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直播環節 和大家繼續跟進股份的中期業績方面 見到中石油857都公佈了中期業績 看到順利去到680億元人民幣 按年升了4% 表現是符合市場預期 派中期息率是0.1675元 期內營業額1.15萬元 升了4.8% 經營日利升了3% 到1,030.8億元人民幣 我們今節請來的嘉賓 有我們要財政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 安娜 就和大家看看關於157中石油的情況 安娜 你好 你好 其實大數方面 剛剛都看到 就是營利升了4% 營業額升了近5% 其實看看裡面的業務 就是一些小數字 看到煉油方面 之前有過虧蝕 現在開始轉虧為型 也看到煉化的虧損 也是大幅收窄 減少了虧蝕人民幣 去到124億多人民幣 另外也看到進口方面 天然氣方面的虧蝕 也是減少了 會不會接下來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石油 就要看回天然氣業務方面的發展 又說著 接下來的天然氣 那個氣價 有機會在15年之後 再去上調 是不是接下來的表現 都會有一個好轉的跡象在 的確沒錯 對於中石油這家公司來說 其實市場的焦點 一直都是看回天然氣業務的表現上 因為你說現階段 上半年來講 進口天然氣相關的業務虧損 是有收窄的情況 但現階段仍然是虧損 差不多接近200億元的人民幣 如果未來來講 隨著那些天然氣的價格 能夠上調 將你的虧損幅度收窄 那中石油基本上 如果虧損幅度減少 甚至沒有一個虧損的情況 已經說一會 公司多賺了幾百億元的人民幣 這方面的確是市場的焦點 但再看回整體言 大致上 中石油那份中期業績 符合市場的預期 因為你看到 連油業務都成功地轉樓規為形 最主要原因是連油業務方面 其實未來來講 真的沒有太大的亮點在 因為這次來說 將虧轉型 最主要受惠 之前推出過成品有格格機制的 新方案 而帶動了 整體言論的虧損幅度有所收窄 但是這個方案落成後 未來來講 很難預料 這方面的業務 有一個很大的盈利增長貢獻在 如整個盈利分佈能力上 現階段 中石油仍然依賴上油的業務 而帶動到整體公司的整體盈利 但是同樣地 上油業務 都很難有一個很大的衝勁在這裏 所以主要 都會看回他們天然氣的發展 不過你看到現階段 天然氣的虧損情況仍然是持續的 主要原因始終都是一些 進口天然氣的價格 亦都仍然相對比較貴 不過未來來來講 留意一下 天然氣虧損的情況 我都覺得是有條件 會收窄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第一 中石油之前都跟俄羅斯 簽了在進口天然氣方面 未來他們可以透過在俄羅斯這個渠道 拿到很大量的進口天然氣 所以這方面 未來來來講 我相信他們天然氣的成本 相對有利地逐步減少 而第二個就是你的原因就是 未來來來講 其實天然氣的價格 是有條件繼續上調 亦都見到今年天然氣的價格 都上調了幾次 所以未來來來講 我覺得天然氣的業務 虧損的情況 應該有條件慢慢地改善 這個也是中石油的其中一個量點 剛才你提到 就是跟一些外企去合作之餘 其實都知道 就是有跟崑崙能源 就是編號135 都有翻過 之前有說有個注資的計劃在那裡 不過公佈了中期業績之後 中石油也都 他們集團也都出來 提到管道改革非常複雜 接下來沒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去注資 暫時都沒有一個時間表 會不會 接下來這個注資 坑崙能源的利好因素 又會減弱了很多 會不會像以前一樣 去看他們兩個的合作 我看回中石油分業 可能除了他們的盈利能力之外 市場會很關注中石油和崑崙能源135 那兩者合作的關係 始終一直以來市場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衝勁 在這裡 說未來其實中石油 隨著天然氣的發展 需求是非常龐大 他們會擠更多的業務或者資產 去到被崑崙能源加大天然氣的發展 但是你看到今次的業績上都說到 管道改革的方面 仍然是比較複雜 都說到會適時才公佈相關的消息 簡單一點這樣說 即是說相關注資等等的消息 現階段是毫無頭緒的 市場都可能會覺得 短期來說 崑崙能源會難有一個大一點的衝勁 沒錯這個消息 我相信對崑崙能源的估計來說 短期來說會造成一個壓力 不過長遠來說 始終之前提及到的 你說天然氣整體的業務 是非常之大或者發展空間 是非常之大的 那你說始終我相信 中石油未來來說 始終都有一個需要 或者是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會注資或者是出售部分的業務 可能給崑崙能源 或者是向市場上集資 都一點都不奇怪 這個亦都是說國企改革 或者是相關市場化等等的其中一個方案 所以你說未來來說 其實現階段崑崙能源 面對著其實很多的問題 第一就見到 這個相關改革 仍然未有消息 未來究竟會不會再好像以前那樣 直接擠返給崑崙能源 還是會擠返給其他的民資 或者其他的民企去認購相關 天然氣業務的下游業務等等 這些都不出奇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這些消息 其實我相信對重點提言 中石油不會有一個太大的負面消息 未來來說 中石油對於他們相關管道業務等等 都有機會分拆等等的可能性 但是我相信從另一個角度看回 對於崑崙能源來說 這方面就絕對不屬於一個利好消息 謝謝阿諾的分析 剛剛提到 除了有天然氣方面的業務之外 也看到中石油拓展了葉岩氣方面的業務 看回今年他們在葉岩氣方面 產量目標是1億立方米以上 但去到明年 就會規劃去到15億立方米 換句話說 目標是轉變成15倍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麼多 見到他除了目標設定高了之外 連成本都可以由現在的5500萬人民幣 控制到5000萬人民幣 即是減了500萬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裏 拓展這方面的業務發展前景又是怎樣 對於葉岩氣的發展大家都聽了一段比較長的思考 我覺得在整個能源結構上面 在內地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你說始終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之前提及到 為何中石油可能要加大 可能跟俄羅斯拿更多的進口天然氣 就說始終內地 中國這個地方 就說天然氣方面 始終資源是相對比較少 但是有用了龐大的葉岩氣之外 如果能夠成功開採到葉岩氣 對於整個國家來說絕對是一個很的正面幫助 所以一直以來 特別是這幾年開始 中央來地方都把叠岩氣業務 構均來建成現階段的發展重點 大家看回的 中石油的確相對比中石化 就在天然氣業務發展階段比較慢 今次業績用還是消息指到未來 naar 發展速度非常快 今年整體延納的產量只要1億納米 到 heard rider來講 可能有個爆發性增長有15億納米 公司也提到下一年增长速度会加到26亿的立方码 当然你见到增速是非常非常之快 但留意整体现阶段国家对于业盐气的发展速度 本身就预料有一个很高速的增长速度 因为始终刚刚这个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所以增速虽然这么强劲 但实际上对于他们的刺激作用不是真的太大 反而在这份业绩上也见到 其实资本开支未来也只是70亿元人民币 其实见到对于中石化中石油来说 在发展业盐气这方面 其实不需要一个很庞大的资本开支 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有惊喜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中石油未来来来说 业盐气方面的发展 对于股价或者公司前景来说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在这里 好 最后就看股价方面 其实都见到业绩出来之后 有些不同的报告出到来 例如李昂说明年油价会再升 上调了中石油的目标价去到13元 而摩通觉得天然气方面 盈利能力有改善 也升了目标价去到11.8元 看到现在8.57元 中石油还在11.04元 今天来说升8元 有没有机会上网到那些位置 其实中石油我都看好前景 因为我觉得你看到现阶段 叶岩气的发展都相对比较顺畅 但当然的 如果看好叶岩气 中石化的前景 我自己会看得好一点 因为始终说中石化 无论是叶岩气的发展 或者是国企改革方面的进度 相对比较中石油的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 但我相信 其实两者都受惠这个因素 中石油的表现 整体就真的不会太过差 所以从图表上面看回 你见到现阶段的股价 仍然是一个反复沉顶的势头 这条的中期上升轨 即是大约现阶段10.5元 有个不错的支持力度 我都相信不会说 莫莫然跌穿这条的中期上升轨 所以我觉得 就算在11元这些位置买入 将止泄价 设置在10.5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至于后市的中期目标 我始终觉得 现阶段叶岩气的发展 仍然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短线来说 我都不敢看得太过乐观 所以我觉得目标价 我自己暂时来说 先会看12元这些水平线 好啊 始终长线来看 都是看好过夜晚气的发展 这期时间都差不多了 谢谢Anno 为我们的分析 和你做回申报 刚刚这一只857中石油 有没有拿着的 没持有的 好啊 谢谢Anno 稍后回来继续有Anno 和我们问答环节 稍后再见